歡迎來到小哥播報 看得鬧 更看門道 2022年8月20日 普森Albert Pujols先發第五棒擔任指定打擊 面對投手之風邦Madison Bungarner 風邦已經盡力把球壓低 一顆好球帶中間膝蓋高度的適逢速球相當刁鑽 但普森大棒一揮 中左外方向 It's gone 生涯第691轟出爐 本季第12號拳雷打 這發拳雷打擊球速度來到105.4mm 仰角為30度 擊球距離為429英尺 賽前普森本季對左頭打擊率高達3×5 並有7發拳雷打 名副其實的左頭殺手 明星賽後普森打擊率高達4×26 是拳大聯盟第一 可見其打擊狀況跟夏天一樣火燙 4局上半普森為首棒打者 投手是先發的風邦 前面兩顆好球帶外面的適逢速球 曲球選掉後 第三球塞到好球帶內腳膝蓋高度的卡特球 沒掌握好灰空 接近好球帶內腳腰帶高度的曲球 沒獲得主神青睞 接下來普森又開始纏鬥模式 卡特球曲球卡特球通通被破壞掉 第八球好球帶外腳胸口高度的適逢速球非常危險 土神大棒一揮中左外方向又上去了 聖牙D692轟出爐 球季第三號全雷打 相隔三場比賽之後再度上演單場雙翔炮 這發全雷打擊球速度107.5mm 仰角為22度 擊球距離為437英尺 普森691-692轟正式開啟倒數10轟700轟 三牙雷打數也越居史上第二 Topsnow已推出紀念卡 如果最後真能收集到最後10轟的紀念卡 那會是一套相當有意思的收藏 還有BabeRuves三牙600轟懷舊紀念卡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點擊字頂留言連結 填寫購買意願 六局上半普森再次為首棒打者 投手還是先發的瘋棒 好球帶外腳腰帶上方的適逢速球插棒界外 接著曲球走在好球帶外腳腰帶大腿高度 撲後是大方一揮 左外方向深遠平飛球 打在牆角下落地安打 左外手Jack McCarthy迅速回傳 捕神只能停留在一壘 這球擊球速度高達109.4mm 可惜央角只有18度 沒能讓球再飛遠一點 隨後捕神笑著向休息室展現小跑步動作 然後在下一棒Tommy Edmond打擊時 球速傷壞球之後突然發動倒壘 要不是香尾蛇不是有Carson Kelly傳的太完美 否則捕神真的會演出倒壘成功 七局上半兩人觸局壘上無人 尾近七地的虛球雖然投到好球帶正中央 但顯然不是虎神設定的球種 外角較偏差的虛球選掉 接著這顆好球帶外角膝蓋下方的變速球 獲得主神青睞好球 場面觀眾也傳來陣陣虛聲 面對四顆變化球之後 虎神也決定更改打擊策略抓變化球 最後這顆接近好球帶正中央的變速球 虎神一棒打穿三油防線 失智一雷安打 隔日的比賽 虎神七局上被換代打 對上左頭Joe Maniply 變速球精準銷進外角第一位置 捕手決定再配一顆 沒想到已經投的更外角 還是被拆到對手會繼續塞外角變化球 對付他的Pool掃出去 狀態確實是好 虎神已經連續無打席出現安打 近兩日打擊率從兩成五四 暴升到兩成七三 我們就吃了1994-1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